那基本上江啟臣就是红派的 红派少主 红派少主嘛 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来继承这个大业 所以他大家都期待 他要来接这个台中市长 那么红派黑派你有发现水有多深吗 其实在我这次的选举里头 最后当然一开始我去老实讲 是黑派先支持我 就是黑派先支持我 那他也先跳舞 是严加先支持他 严加先支持我 那主要严加是因为当时他们 严寬的也要选举 那他认为就是说 第一选区跟第二选区 大家有密切的合作 那彼此都好 所以呢 第一个是黑派先跳出来支持我 但红派一直都没有表态 一直红派事实上是一直都没有表态 那我也不知道他到什么时候 就是最后 其实最后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表态的就是议长 议长议长就是后来就是红派 新议长是红派 真正的掌兵符的人 对真正是掌兵符的 现在的议长是老三 那真正掌兵符的是老二 有点 这碧玉姐都搞得很清楚了 对 清堂老议长 清堂前议长 前议长 他是掌派的 那现在的议长是老三 张清照 所以后来大概在选前三个多礼拜的时候 就议长就把我找去聊天 然后突然间就觉得他说 那就是要来支持我这样子 好我们刚刚谈的是院长 那没有来谈谈副院长 江启臣通常是经过两轮投票之后 已经胜出了 而且确定担任立法院副院长 那么很多人说这次副院长选举 对江启臣而言 那是台中市长的前哨站 是啊 地方上面当然也都这样讲 也都这样讲 因为刚好盧秀燕市长第二任了 那大家也会期待说 轮到他 因为就是五年前 应该五六年前 他跟盧秀燕市长 当时的民调值差其实不到一% 所以当时他认为他 离浪了盧秀燕 那觉得盧秀燕完之后 看起来国民党里头内部 大家觉得应该是江启臣 就是江启臣 就是江启臣了 对 那就是江启臣了 我们知道台中的派系学很深 红派黑派现在多了一个白派 我们白派还没有成型 张艺善说 以前台中只有讲红派黑派 人家现在是红黑白 30%的选票不容易 对不对 在台中拿到30% 对在台中 对我们民众拿到30%的选票 其实台中比较复杂的就是派系 那一开始去我也没有搞清楚 谁是红派谁是黑派 不过在那待久了之后 你就跟每个派系都会非常的熟 那基本上江启臣就是红派的 红派少主 红派少主 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来继承这个大业 所以他大家都期待 他要来接这个台中市长 那么红派黑派你有发现水有多深吗 其实在我这次的选举里头 最后当然一开始我去老实讲是黑派先支持我 就是黑派先支持我 那他也先跳出 那主要严加是因为当时他们颜宽也要选举 那他认为就是说第一选区跟第二选区 大家有密切的合作 那彼此都好 所以呢 第一个是黑派先跳出来支持我 但红派一直都没有表态 一直红派事实上也是一直都没有表态 那我也不知道他到什么时候 就是最后 其实最后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表态的就是议长 议长 议长就是后来就是红派 其实议长是红派 真正的掌兵符的人 对真正是掌兵符的 现在的议长是老三 那真正掌兵符的是老二 有点 这庇吾姐都搞得很清楚 清唐老议长 清唐前议长 他是长派的 那现在的议长是老三 张清照 所以后来大概在选前三个多礼拜的时候 就议长就把我找去聊天 然后突然间就觉得他说 那就是要来支持我这样子 所以大概他有跟我讲了一下 他们的派系 但是另外的就是 他们也告诉我说 其实这大概这十年来台中在派系上面扮演的角色已经没有那么的深了 最主要其实有一个人的角色是卢秀燕市长 卢秀燕市长他好像就是没有在这个派系里面 那他有制成一个因为台中市长的关系 所以他制成了一个风格 所以他大概比如说我跟卢秀燕市长聊天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你自己派系上面你自己要去拿捏怎么样去跟黑派的交往跟红派的交往 那基本上他们都会和善的会愿意跟你配合的 所以这个部分变成我要自己去经营 那所以这个在台中来讲他们地方上面会觉得说这几年的派系比较没有那么的淡 但是说实在的那个跟议长聊天的时候议长说我们选举都不是像你们这样选的 第一他也从来没有在地方上面跑 但是他每次选举都一定会选第一名而且一定会当议长 而且他就掌握的那些哪些议员会上 这些议员都是议员 当然是台中市议员票投议长 所以他常听他在讲话的时候 我都会很认真的去讲说他们的组织运作到底是怎样 所以他的运作事实上是在国民党里面 我觉得是算绵密的 那红派黑派又是另外一种运作方法 因为他大概会比较会跟社会人士宫庙 各个宫庙的结合 那宫庙里头也很复杂 什么什么样的班都会把它连结在一起 那所有的宫庙又会连结在一起 这个主要是黑派他们的组织的运作 所以红派的组织运作跟黑派的组织运作不大一样 但这两派感觉上都非常的尊重卢秀恩市长 但是卢秀恩市长又不在这个派系里面 要上公讲评啊 他对红派派很熟 所以台中很特别 台中很特别 台中以前红黑两派的称夺是在现场 对 然后县市合并 包括区域立委改约单一选制了以后 其实你就听得到红黑联军 红黑联军 黑派先支持了蔡伟源 韩国瑜帮那个去辅选 那个蔡毕吾姐的时候 谁带着毕吾姐进场 两位议长啊 前后议长 蔡清昌 张清昌跟张清昌 带着进去 所以这个都有面子的啊 那当然啊 你以为派系这么简单吗 你以为派系这么简单 我研究派系研究了二十年了好不好 派系有这么容易简单认识吗 不容易 你自己也是派系中人了 我是派系中人 我是我老婆那一派的 刚刚特别谈到这个台中的派系美感很多 对不对 当然 如果今天是议长带进去 议长什么事都不用说 下面就知道怎么投了 当然啊 不管你说少主大佬 真正掌兵符的人是议长 议长陪着 碧如姐走进去 红派的人就知道了 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 该去支持谁 因为掌兵符 其他什么 所以都不用到处去拜托就对了 什么大佬一大堆了 那都是象征性的 掌兵符的是谁才是关键 这是议长 张清昌 张清昌兄弟 是真正红派现阶段掌兵符的人 所以他们走出来 红派就知道 态度 该怎么投 所以他们的生计不用到处去拜托就对了 我怕出了大家会议 因为红派的人 当人归红派馆 红派的掌兵符的人站出来了 红派还要质疑吗 还要质疑说 我们的掌兵符的人站在那边 我们是不是该支持谁